下一位梁繼昌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剛才你在前廳 和陳偉業議員都有一番辯論 在下都身處其中 陳偉業議員和主席 你都叫在下給予一個意見 我就儘管在這裏給予一個意見 利益衝突其實有六種那麼多 我們的議事規則涵蓋了 直接、間接、金錢的利益衝突 另外還有些非金錢的利益衝突 真正的利益衝突 以及一些觀感上的利益衝突 這六種情況我們要好好處理 其實這六種情況 如果歸賴婢上來 是有二十種不同的組合 所以都頗複雜 如果一個人是戴了多過一頂帽 而他戴了另一頂帽 是影響到另一頂帽的決定 即是說如果主席你做這個 數碼通電信集團非獨立得分合董事的位置 是影響到你主持這個財委會的會議 尤其是一項新界東北發展的撥款公正性的時候 希望你會被另一位同事主持 這是我們要商議的問題 我先用法律上或專業上的角度看回這件事 我看不到當然 現在新鴻基擁有數碼通電信集團的股權是66.43% 大概有6億8900萬股 當然他是一個最大的股東 數碼通是新鴻基的子公司 主席我想你的董事蒲金 我不知道多少 大概都有disclosure 應該是2萬元左右 但你在立法會的薪金應該是8萬多元 在金錢上的直接利益上 我是看不到 我的專業判斷者 就是看不到一個直接的金錢上利益衝突 因為你怎麼都會看8萬元和2萬元的分別 我也不相信吳亮星主席 你在一個這麼資深的銀行家 會因為那區區2萬元 就會作出一些不公道的決定 但是話雖如此 另外一件事 我也覺得數碼通電信集團的業務 是一個電信業務 而新鴻基也是另一個地產業務 我詞回另一個案例 1999年有一個叫CR versus Magnet Industry 上訴庭說了 雖然兩間公司是同一集團 但我們千萬不要把兩間公司的業務 運為一談 畢竟這兩個業務都是同一個人 主席我要第二輪發言 因為我未說完 我們要安排 一輪發言 對不起